大家好,欢迎来到北区课堂,我是阿泽 今天的话就给大家讲一下三块比较典型的料子 都是饰料,那先看这一块木纳的 这是一块老木纳,皮壳看着的话是相对的说 比较老的了,但是我们从皮壳上面看的话 这个是布满了色根 然后这地方的话,它的色都是印下去 从那个下面反出来的 所以说这种色的话基本上都会进去 但是这个料子的话可能就从这个上面看的话会有点方便 因为我们从这里看的话是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当光一下去的话,那个颗粒感就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切出来的一个效果 还是非常的理想 而且方便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基本上射得进来 而且种水的话这一块都是比较不错的 烈的情况比较理想 木纳这样的料基本上 它的色都会进去 木纳色很90%左右都能够进去到里面 所以这个切出来的那个效果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它这里射深的地方 这里还有色带 应该整一个下去的话都会下到下面去 所以说这条桌子的话应该有很厚的一片色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一看的话就是一个新肠料 典型的一个新肠的料子 但是这个也有色带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色带 打灯一样的都是从里面反出来的一个色带 然后切出来 基本上色带里面的色都进去了 这是这里的色都进去了 而且上面上面都会有爆色 因为开始的时候那个盖子没在了 这里有一点状的色了 然后进去里面的话就化开了 化的稍微浓了一点 而且这个色化的挺洋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切斩的一个料 因为这种料子的话 如果说没有这种色 看皮壳跟这里之间是有点皮肉不分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样切出来的话 它的色里面的肿 是比那些白肉的地方要好一点 还是比较不错的 很理想的一个 是都切出来 因为这种新肠料的话 能切出这样的品质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比较不错了 因为木纳的是内化 所以说这个内化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好 我们再说一块 这个全堵料 当时的话是 这开窗的地方当时是一圈的色带 一个 一片 一条一条过去 然后开的话 开出来了 开出来的色是很洋的 而且这个是水帆沙的 会卡的水帆沙 然后这个料子开出来的话 裂的情况是比较理想的 没有多大的裂 为什么说这个比较经典呢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色嘛 都是险下绿 如果险下的化开了 那么它这个色的话 就肯定会化的更好 更浓 我们可以看 看这上面一整一整块 这上面一整块都是险 而且特别深 下到起码有 两公分三公分 都是险 然后开到下面这里 才是色 色带子这一圈 开的都是比较理想 然后这个的话到时候 如果切的话 只能把这个险的地方都拨掉 这太累了 开的 然后就是看这一条色带 有多宽 现在这里看的话是 一纸宽 一纸宽的话 满色的牌子有很大的机会 然后这个做界面的话 比较勉强 因为有一些地方 有一点点方白 只能通过雕刻的话来 调调 做成满色的牌子 下面的话 基本上是种水 或者有点晴底 飘色 下面的话 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就这一条色带都已经够用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三块的话 基本上是有一点点 代表性的石头 一个老厂的木纳 一个新厂口的一个木 还有一个险下绿 这几块在我们玩石头的当中 都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 希望大家在玩石头 这样路上越玩越近 玩到自己喜欢的 好了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的话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